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的孩子都寄托着一家的希望 缘分使他们成为一家人 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是为了报答自己的父母 总是能够带给父母的好运气 生来就是父母的福音 而有的孩子一出生就是来讨父母的债 家里常常因为他而常有不顺之心 不过有些是注定的 接下来说说哪几个时辰出生的孩子 他们从小洪福旺盛 在他们的注意下注定财库充盈 富贵多金 塔吉大利 生来报答父母 未来注定人中龙凤 一 银食出生 凌晨三点至五点 出生于银食的孩子 他们天生好命 命里多金 注定富贵禅生 忘父忘母 并且好运势常伴左右 上天关照他们 所以在他们出生时就赋予他们过人的才智 并且有勇有谋 他们善于交友 所以身边有许多贵人 愿意出手帮助他们 加上一生男友坎坷 事业上风生水起 懂得回报父母 将来可谓家里天福天才 从他们这一代开始 不会再持续以往的苦日子 父母最先能够转好运 运程上得到他们的注意 将行大运 家门忘财 因此银食出生的孩子 来日必定是可造之财 财多福多 父母来日会想更多的福 二 晨食出生 早上七点至九点 晨食出生的孩子天生生命很好 他们的贵人运势特别旺盛 好的运气也会长半左右 这个时辰的孩子从小就得到上天的关照 上天给予了他们智商 给予他们谋略 在成长的过程中 他们能够遇到各种各样的贵人 一旦遇到危难 在贵人的帮助下 总是能够逢凶化吉 长大后的他们事业很好 他们也很懂得感恩父母 为父母带来不少的福气 因此家中有了他 能够给父母带来好运气 长大后能够让父母跟着享福 他们越孝顺 将来就会越富有 最终可以富家一方 三 卫时出生 下午十四点至十六点 卫时出生的孩子聪明伶俐 睿智聪慧 命中有金 不仅能够让自己在长大之后福报多多 还能够让父母也受到恩泽 年少的贫苦也是一时的 青年时期多多努力 最终会过上富裕安乐的生活 安享幸福时光 因为有了这个卫时出生的孩子 给原本沉闷的家庭添加了不少乐趣 福气也更多 父母的事业也好 感情也好 都有很大的转运 其中若是男孩 则忘母不已 若是女孩 则对父有益 有了他们之后 家庭钱财露不出 而他们也只会为家庭做贡献 来日成财 大富大贵 让父母在后半生享受前半辈子都无法享受的福气 当然 没在上述三个时辰中找到自己孩子的父母们 可以看看以下的十二个时辰 十二种命 哪个时辰出生的子女最有福气 你家孩子在其中吗 一 子时 二十三时至零时五十九分 此时出生的子女性格温顺醇厚 待人诚恳忠实 言行一致 但又很固执 爱我行我素 难听别人劝告 此时生的子女无论在仕途上或财路上都有贵人扶持 事业能顺利发展 待到中老年时其事业会败退 但一生也能衣食美满 二 丑时 凌晨一点至凌晨两点五十九 高冷不善于表达感情 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和追求 独立而坚强 一生需要经历许多的坎坷波折才能过上好日子 无论是男女都非常有主见 吃苦受累也能磨练他们的意志力 不断地提升自我 最终获得富贵 三 银食 凌晨三点至凌晨四点五十九 这个时辰出生的宝宝最大的特点就是逻辑能力强 口才更是嗷嗷叫 聪慧有极致的他们 慷慨好客 自信心强 个性坚强老恋 都是他的优点 喜欢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 更喜欢站在聚光灯下 但是是一个对家庭十分忠实的工作狂 四 卯食 凌晨五点至凌晨六点五十九分 一生喜事较多 欢欢喜喜过一生 此时生的子女 父母兄弟 姐妹子孙都能和睦相处 互相支持帮助 在外有贵人扶持 所以他们在事业上能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 此时生的子女无论在事业上或爱情上都如意 婚外情人不少并能得到情人的帮助 五 晨食 七点至八点五十九 出生在此时的宝宝们天生聪明伶俐 他们有着过人的学习天赋 对于感兴趣的事物一学就会 而且还能凭借着个人才华 在同龄人中充分展示魅力 成为大家的焦点 银食出生 五行为木或火 这个是陈出生的人命中藏财 能在成年后把握致富机遇 实现富贵梦想给全家造福 是父母的骄傲和依靠 六四十 九点至十点五十九分 能得到祖上的遗产和父辈的帮助 兄弟姐妹也能相互帮助支持 在外也有贵人扶持 其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能取得很大的成绩 一生一路风营 但此时出生的子女身体状况稍差 所以应加强锻炼身体 七五十 中午十一点至十二点五十九 五为桃花 主子女 靓丽帅气 相貌好看 喜欢装扮 有文采创造力 他们从小学习好 不用父母为他们操心 反而可以注望父母的事业运 让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他们长大之后 也会带来不错的家财 让父母生活甜蜜 他们五行中属水 有着无限量的财运 可以望父母望家门 七位时 下午一点至两点五十九分 命中都带有一定的佛性 天生乐观 一生命运高低起伏 但终能享受圆满人生 他们天生性格圆融 贵人薄乐不断 一生中会出现几次不错的机会 把握一二 富贵 唾手可得 长寿安康 八身时 下午三点至四点五十九 虽然动作慢吞吞 其实他们非常聪明 而且博学多问 个性忠实善良 只是心软且生性温和 又有点死心眼 因此有容易受骗的倾向 不过他绝不会上第二次档 十有时 下午五点至六点五十九 此时生的子女 一生无灾险祸患 做事清新 万事如意 为官能步步高升 做生意会财源滚滚 晚年更是紫微星高照 龙凤城翔 门庭辉煌 此时生的子女 真是富贵双全 人上之人 十一 虚实 晚上七点至八点五十九 出生在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 但因此缺点也明显 顺风顺水的环境 容易造成他们 贪图享乐 沉迷放纵的性子 一旦如此 便会使得原本畅通无阻的财路 变得荆棘满地 他们如果懂得克制 这一生便会很安稳 婚姻生活也会顺畅 事业也能够成功 他们能够收获真爱 收获幸福 爱情事业双丰收 长寿 富贵一生 十二 亥时 晚上九点至十点五十九 亥时出生的孩子 他们智慧出众 聪明可爱 而且他们是天生的富贵命 他们的父母都开始有所成就 让亥时出生的孩子 在小时候就能过上富贵又幸福的生活 而且还是出生的孩子 再进入社会 将顺风顺水 在自己的事业一往无前 一路顺畅地走向成功之路 最后以下这三大生肖的子女 从小到大 无时不刻再给父母带来好运 就好像来报恩似的 他们性格好 人品佳 来日不需要父母加以操心 也会暗自努力 最终成器 父母还是会骄傲的 一 生肖羊 羊年出生的孩子 从小就很听话 乖乖小孩 心地善良 不会有坏人之心 对谁都很和善 正因为如此 被人不看好 但是 羊宝宝这种 对家庭的爱 无人能敌 对于学业也毫不耽误 属于大气晚成的人 属羊孩子 能给父母报的恩 可不止一点点 会让父母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二 生肖虎 属虎的孩子 从小有志气 更有一种难得的自信风范 他们在父母的面前 不但特别懂礼貌 而且还会实打实地照顾父母 只要过了十岁 就开始分担家务 让父母觉得特别放心 而且属虎孩子 也会早人一步地学会自立 自理 学习能力一超群 未来有机会成就大气 实现人生大业 让父母感觉骄傲 一家子的生活 也会因为有它而改变 三 生肖鸡 属鸡的孩子天生聪明伶俐 长大孝顺又富贵 属鸡的孩子 虽然小时候会有些调皮 但是却很听话 也会帮助父母分担家务 很心疼父母 另外生肖鸡小时候很聪明 而且自身的运势也比较旺盛 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他们这一生不会吃到什么苦 好运都会有他们一份 长大后孝顺又富贵 是社会上的精英 年纪轻轻就出人头地 名利双德 一生可光耀门眉 家人享福 除此之外 生肖鸡还很孝顺 他们努力工作赚钱 很大一部分动力 就是为了想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不知道这么懂事的孩子 你家有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